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Authentic这个单子一直以来的搜寻度都很高 但是在2023年有非常显著的增加 似乎很差的程度是跟AI的崛起 名人文化 大家的自我认同 还有社群媒体有关系 这么多人去搜寻Authentic的原因 大概是因为这个单子有很多不同的意思 包含了不是虚假的 不是仿貌的 还有对于自己人格特质 精神或性格诚实 Authentic这个单子也代表着一个明显值得追求的特质 这个词也常常被使用在身份或是美食上面 另外名人文化方面对这个词声量的印象也不小 像是包含泰勒斯在内的多位歌手都在今年发表过一些言论 都是关于寻找真正的自我这种内容 还被写成新闻标题 另外一位这个单子Authentic的爱好者 就是时常占据新闻版面的Elon Musk 他之前也常常讲说大家应该要在社群上面更真实的做自己 Authentic这个词增加成为热门话题 也是在Elon Musk买下了推特以后 把象征着Authentic的蓝色勾勾认证标章 变成了一个只要付钱就能买到的东西 最重要的当然就是今年AI的崛起 把真假之前那条本来就越来越模糊的线直接消掉了 在大家非常的焦虑是真是假的同时 这个代表着真正的单字Authentic就这样崛起了 埋下一群野生的大象在高速公路上物理上 把一台车子踏发了 大象平常不会给人这么有攻击性的印象 但是这回呢是因为这台车子撞到了他们群体中的一只小象 这台白色轿车的驾驶人是一位48岁的男子 车上还坐着他的老婆和儿子 一家三口原本就在这条主要的高速公路上面行驶 大约是在当地时间晚上7点35分的时候呢 撞上了一只小象 当时的天气状况能见度有点低 雾茫茫的 正好又遇到了高速公路向左边转弯 谁知道这么不幸就撞上了一只小象 一整群大象一起在这个路上走着 小象也算是运气比较不好 被撞到了撞击后倒地 结果其他的大象看到这个状况之后 就冲过去靠近那台车子 开始用脚踩啊踹这台车子 直到那只小象重新从地上站了起来 表面上没事 那群大象才一起离开了现场 虽然车子明显各处板筋都凹陷了 但是车上的三个人都没有受到什么严重的伤害 车子的照片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车子的正面和侧面到处都是伤痕累累 旁边的门呢 整个塌陷凹了进去 所有的窗户都被砸碎了 但是不知道那只被撞到的小象 有没有内伤 随着马来西亚快速的发展高速公路 也随着大象失去了大范围的栖息地 很多大象只好冒险跨过高速公路 去寻找失误 当地政府也警告驾驶人要多注意 在行径中有没有大象经过 高速公路沿线也都有放置警告标示 提醒注意大象过马路的情况 但是这样的大象车祸事故还是频繁发生 2017年也曾经在高速公路旁边 发现死掉的小象 显然是被高速行驶的车子用力的撞上 其他的人像冲突也在马来西亚各地的高速公路上发生 有一些大象被发现在高速公路上面 像是失神了一样的乱晃 眼神迷茫 有的大象也会像这次事件一样去攻击车子 但也有可能是因为车子一直对这些大象按喇叭 按到那些大象都不知所措了 史努比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卡通人物了 但是Z世代最近对他的热爱 使得这个售价15块美金的CVS Snooby成为了这个假期季节中最受欢迎的玩具之一 也因为这样 这个CVS独家销售的玩偶越来越难以找到 在抖音平台上面竟然还能够把这件事情当成主题 创作的内容就是去到处寻找这个Snooby 并在影片中分享有什么找到这只Snooby的秘诀 因为有人一直在找却找不到 也间接的又提升了这一只Snooby的热度 在Reddit的平台上面也可以发现 这个寻找Snooby的风潮已经造成了CVS员工的扩扰 因为客人会一直进来问说 有没有那只Snooby 搞得他们不声其扰 在eBay上面呢 甚至有人愿意负担两三倍的价格 也要买到这一只Snooby 但是当然也有人成功的买到 还在社群上面告诉大家说 他在这间店看到有三只 很多人马上私讯他说 拜托他先把他买下来 再给他钱 但是Snooby明明就已经很古老了 为什么Z世代的年轻人还会这么喜欢Snooby呢 这个角色已经有75年的历史了 一点也没有任何的年轻色彩 但是经典之所以经典就在于 这个1950年代的漫画 有非常多部代表性的电视作品 对于一群开始沉浸在复古 怀旧风情中的孩子们来说 Snooby正好打中了他们的心 在抖音上面有很多广为流传的Snooby动画影片 只要发布相关的影片的账号呢 几乎都可以获得非常多的追踪者 和很高的观看之数 在这些古老的动画片段中 可以看到Snooby只是在做自己 像是快乐的跳舞啊 爱的死去活来啊 在洗澡的时候一边哭 或者是假扮成女生 过去一年来很多新闻和文章啊 都在解析为什么这一只 异想天开的狗会开始重新流行起来 很多人指出Snooby无忧无虑 孩子般的行为举止和态度 展现出了跨越时代的共鸣 也有一位历史学家提出他的见解 认为历世代很可能正在理解 Snooby这个角色 以及这部动画所呈现的存在主义内涵 Snooby的作品当中也因应当时的越战 有一些反映美国当时政治问题的作品 对于Z世代所面对的各种 危机交杂的世界而言 Snooby也许就是这个混乱世界当中的一种救赎 他所体现的存在主义 就是作为一个20世纪的普通人 所面对的各种存在困难 Ctrl-C,Ctrl-V这种复制贴上的快捷键 原本以为应该是无人不知晓的 小学生都知道的快速键了吧 平常每天每天的 要用不到也很困难 近年来日本社会常常会讨论到年轻人的电脑能力 有一间日本人才培育服务公司 就针对大学生的电脑使用能力做了调查 却调查出了非常惊人的结果 竟然有四成的大学生 不知道复制贴上的快捷键是Ctrl-C,Ctrl-V 但是在现在这个年代 有83%的大学生都拥有自己的个人电脑 其中80%的人是使用Windows 基础的复制贴上就有40%的人不知道 经常使用的Ctrl-Z竟然就有30%的人知道 这个快捷键是用来回复你的操作的 Ctrl-Z减下这个功能 知道的人甚至不到30% 一个快捷键都不知道的人就在19.8% 这个结果也引来了网络上的一片哗然 但是也有人表示说只要按右键就可以完成复制贴上减下 这些功能呢何必那么在意呢 可是在速度上明明差距非常的大 在实际的工作效率中也能造成很大的落差 不知道造成年轻人不会使用快捷键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今天杀鱼之后这边结束了 再次感谢订阅赞助的会员 大银男子James Mama HIM 大家好 VZ 就希望其他语言句是杀鱼生作品 可以在下方找到Patreon的连结 那如果喜欢这期节目的话呢 可以多分享出去 或者在Apple Podcast 帮我留心听写下评论 也对节目的成长很有帮助 那如果喜欢我的话呢 也可以去收听我的另外两个Podcast 其中别是女友的成侧路里心批判 另外一个是听说动物 那当然就希望杀鱼可以继续在每周日 跟大家相见 那么下次见了 拜拜 拜拜